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来到了兴隆的市区 这边的车比较多 但是我看的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大家看一下 桥乡巴萨 看这中文 桥乡巴萨 这个巴萨其实就是帕萨玛拉姆的帕萨 所以说你看海南这边 它也有这个马来语 帕萨 改成巴萨 这应该就是海外侨胞 就是应该也无感 我感觉是不是应该就是 印尼或者马来西亚那边的 这个桥包来来这边发展 然后这边开了这边一个早市 所以叫桥乡巴萨 挺有意思的 你看它这也叫巴萨 巴萨我知道 不知道还以为来到了 哈萨玛拉那种 对啊 是不是东南亚人跟着见的 应该就是海外华侨 然后那时候早期来到海南这边 赶 然后发展 越南华侨 这也都是海南 通常海外华侨开的 哦 这个水果就是南方的水果 转转 来 我们在海南过一下帕萨 好呀 我要买那些人吗 我要买什么 我要买那些汤的 我买一个汤的 就不给人家小的买那套了 就不给人家小的买那套了 你说我会不会的 在这里到马来人 对 我们看怎么回事 啊 这监鱼呢 你看这里 上过去 我们逛一逛 啊 这里都是 vet market 你看这里 这卖的鱼 是什么鱼啊 啊 这带鱼 新鲜的鱼 大家伸着汤鱼 嗯 这是没有鱼 有 有 楼 那边有菠萝蜜我看到 那两三十块 我要给一条五十块 新鲜的鱼 比较贵 是吧 看 这是楼莲蜜吗 菠萝蜜 菠萝蜜 这是菠萝蜜 你看香蕉是紫色的 这是把香果吧 哎 看见楼莲 这是哪楼莲啊 这个 泰国的吧 可能是 泰国长点的 那是什么人 那是楼莲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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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楼莲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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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楼莲蜜 这就楼莲蜜 这不是楼莲蜜 哦 是楼莲蜜 是楼莲蜜 楼莲蜜 山蘭糯米酒 这是糯米酒 这就是海南登彭蜜 超级超级辣 这超级辣 摸了之后手都辣 灯笼椒 这个海南灯笼椒 不敢吃吗 不敢太辣了 可能灯笼椒好像是 全世界第二辣的辣椒 第一辣椒是墨西哥的魔鬼椒 第二就是海南灯笼椒 反而它是能排在top级的 这个辣度 马来西亚有超级辣椒吗 马来西亚好多辣椒都是用的 那个鹰眼辣椒 就是小红椒 做那个东药嘛 什么都是用那个 东荫 这也是一股牛腩 大萝卜 烧鹅 这怎么跟那个 跟其中说的那些华盛藏也很像 就是 有点像甲冻走势 卖菜 卖菜 吃饭 一个个档口 所以它这边是华侨归来的 所以它那个华侨还有华侨几百年的生活习惯 就是这样的 它是 那紫冻坡是跟这边过去的还是这边是紫冻坡来的 我觉得就是互相掺的 嗯 也点说不好这个习惯是从哪儿来的 好了啊 烟窝果 烟窝果 哦好像听说过 没吃过 这火龙果比较便宜 还挺大 你才五百年级 哇 莲屋这我知道 这个莲屋 莲屋是比较长 对 对 补水的 对 好 待会尝尝 榴莲街在这吃半天 我不得尝尝呀 这种是酸的 百香果 咔咔一顿买这个水果 我没找到榴莲我就吃这个了 没刀季节 嗯 不是海南有那个种的猫山王榴莲吗 这几年很少有 很少有还没吃 两三年后就多了 两三年后之后 现在还没有上市 每个人种那么咔咔 都五六年才掌过了 那种东西 对啊 这个榴莲树很久 那榴莲树种在哪啊 有基地的嘛 有些人 我们家也种了 种不多 我们就种几盒而已 啊 有些人种了 大片呢 主要种在哪个区 万龙吗 不是 万龙附近都有 因为那个山林 都有哈 南林那边的很多人种 你家三个基地的 大片呢 不过那种种 那种管理法的管理的 也不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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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果啊 要加几个多料 嗯 那个水要包 水要包 挺难种 挺难种 水的皮 大不了小一点 大一点 对挺难种 不太大了 不好种 如果海南这边的 啊 猫山王榴莲的品质 还有产量都还不错的话 有可能会把马来西亚 猫山王榴莲的价格打下来 对就是 它有可能会出口 会影响到中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那边的 榴莲价格 这个 但是要完全取决于榴莲的产量 还有它的质量 会怎么样了 我们本来想找找海南这边的 这个猫山王种植的地方 然后刚刚跟那个 卖水果的大姐聊了聊 这大姐家里也有种那个猫山王 结果就是结果不理想 所以说种榴莲真是一个技术活 海南这边 过几年能不能成熟的产出榴莲啊 我们拭目以待 嗯 主要是观察这个榴莲的产量 还有榴莲的质量 是啊 我们这次就是目前 因为是没有到季节 而且刚刚开始种嘛 所以它不是很成熟 喜欢要订阅哟 喜欢要订阅哟